Hello,歡迎來到今集的球迷直播室 兩個星期沒跟大家見面了 又是新一年了 又是新一年了 先介紹一下主持陣容 有Patrick 在這裡 也有Gary 在這裡 也要說一句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2020年是一個新的年代 就是一個新的年代 20年代 所以寫文件那些就不要貪方便寫20 已經收到很多這些 message 是因為除了20後面被人加了一些字 那就糟糕了 所以就2020 一定就寫上去 沒錯 祝大家新年進步 對,新年進步,身體健康 剛剛這個星期 剛才提過兩個星期跟大家見面 剛剛這個星期其實在英格蘭方面 有足總盃的賽事 是的 很多強隊都有 第三圈就有英小球隊加入了 英小和英本的球隊加入 強隊呢 就是發覺這個足總盃 現在越來越好像被人覺得有雞辣的感覺 有些強隊好像你看到陣容禮物浦那些 好像有點弱 你想想我們小時候 就是因為一個很大的城市 是的 如果你說無論無線友 日常會播放的話 就是覺得 有些大東西看 就算巨人殺手進去 都想看看 是的 就是那時候就是 就算強隊也好 都會視一個大賽 就是 程度就等於好像去渣州賽 是的 但是現在 好像越來越變了雞辣 就是那些強隊 英小球隊 不止強隊 中游那些 可能因為那些賽程度頻密 太多東西 已經出了一些副選 即是就算有正選 都會追求一些副選 是的 甚至連英冠都開始出一些副選 這麼過分 昨晚那一場 列斯聯那些 是的 已經出了幾件副選 列斯聯要衝 接著禮拜日 車仔對森林 森林也出了半隊副選 森林好像有機會欠這個富家賽 是的 那麼列斯森林也是爭勝班 即是現在連英冠都受賭勝班 比你欠個杯賽 是的 那麼有過百年的歷史要捉中杯 那麼有些球隊就選擇可能會 陣容不太重視 有些球隊就 阿迪達 也有說過捉中杯對阿仙奴來說很重要的 因為近幾年的保命符 沒錯 所以就是剛剛這星期去捉中杯 那麼暫時也不是說有很多強強對碰的戲碼 暫時沒有什麼 最強的就是 列普愛華頓 是的 那麼這個是最話題性 是的 列普贏了1比0 那麼就 大部分副選情況之下 那麼所以呢 我們就不如高逼多一個星期 那麼看回呢 就是上一個星期的英超快車了 應該是聖誕快車的總結 是的 聖誕快車的總結 因為為什麼呢?其實 這次聖誕快車呢 看到有些球隊在這個快車裡面 就好像有點反彈 你以為 是不是對對球都Merry Christmas呢? 是的 還是有些球隊是Lonely Christmas的呢? 就是 Merry Christmas的球隊 有些你真的猜不到 是 竟然在這個聖誕快車這麼厲害 不是啊 我看過分佈 如果是Merry Christmas的球隊 就是應該 我們所謂的 如何Merry Christmas法呢? 就是會 拿的分數是 合乎你的預期 甚至會超出預期的 是的 就是好像利物浦贏了 對他來說 而今季的利物浦 很正常 是的 是不是? 但是這樣啊 在這個聖誕快車裡面 其實他應該有一場硬的 是 第一對第二 其實利物浦呢 最近兩個快車 就是上一個英超快車 都有一個硬的 都是對榜手球隊 就是第一對第二 上季這個時候 就是對曼城 輸了1比2 但是今季對這個李斯特城 哇 很厲害的李斯特城 今季的 是啊 羅喳士伏仇之戰 打算 希望可以在利物浦那裡 拿回一些信心 也當很多球不是其他 哇 李斯特城會不會成為 又是繼曼聯之後 第二隊令到利物浦失分的球隊呢? 是啊 利物浦呢 又撞正這些 第二的球隊打快車 剛剛打完這個 細冠杯回來 是啊 廢明老呢 今季英超表現 就不是說最突出 但是 細冠杯就靠他了 但是呢 回來對著這個 李斯特城 哇 清風送爽 4比0就搞定了 李斯特城 還要恐怖到是什麼呢? 連李斯特城的射門次數 都是少之又少 今年的 李斯特城 其實出名 兩樣東西很厲害 迫搶 反擊 反擊 他們的 詹斯密迪順 華迪 今年的表現也很好 還有那個 哈菲的班尼斯 新人 新人 其實慢慢 逐漸 那些比較易善一些 或者中場工兵 都開始冒起了 祖喉利 那些 也有傳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收機看他 那就 先聽著 這樣 爆炸頭 這麼快看他呢? 看看而已 正選位都還沒找到 是啊 看看 但是 在這場球裡面 其實 李物浦我想今屆這樣說 我們要說也很難說 因為 李物浦可以這樣說 長長球 省力十幾二十腳 哪裡頂得住 即是太恐怖了? 太恐怖 進攻的模式 大家都知道 明白明白 我就是兩閘出球 我就是等進去中間 我就是前面 靠文尼的質素 今年靠文尼比較多 即是他恐怖在什麼呢? 是你三叉擊 是 就是作為一個球員 正常來說 總會狀態有高低的 表現都不會說 長期都保持 是最高峰的 是 他三叉擊還會有高低 沙嵐不行 都會有不行 發明樂也會有累的時候 文尼也會有啞科的時候 是 但問題是他不是三個一起啞火 他輪流就是一個啞火 就是有一個特別站出來的 嗯 就會提醒 就會補回那個位置 是 就算如果三個裡面有兩個被人看死了 都還有一個突出來了 而另外還有就是那兩隻瓶蓋上來 是 那一刻 哇 你防到前面三個 你還有一條中場 還有中場 還有後面那兩隻閘 特別是阿諾 是啊 我想對利斯特成這場球 應該這麼說 尤其是是阿諾 阿諾的表現是 就是開始覺得這個球員 英格蘭國家隊的右閘位 正選應該 慢慢開始浮浮 應該是阿諾 就是你看這麼多的競爭 因為他的位競爭很大 特別呢 近這幾次的選人 已經沒有選這個雞和家 是啊 那你看看 除了阿諾之外 你還有什麼人選呢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其實剛剛這場中場 尤其是四比零贏 李斯特成這場球 都看到阿諾的出球的變化 就是真的不是那麼外板 不是那麼死板 你看到這個阿諾 因為始終他中場出身 所以他在右閘位那裡的變化 真的是比較多一點 還有出個球的落點是好 就是這件事情 其實他還拿不慎 你硬是硬要比較 其實阿諾的變化 和出球的落點好一點 還有他的左腳的轉方向 都有一定的準程度 就是他的定時還是後 就是整個轉向給你看 是 或者甚至是整個長傳你看 是準的 是啊 其實贏李斯特成這場球 一個入球兩個助攻 其實他就真是最關鍵 有時候阿諾在一些 英格蘭的U21比賽 曾經聽過擺中場的 曾經聽過擺中場的 其實我覺得是 看得出 一個中場底的球員 當你去打 利物浦現在這樣的陣容裡面 可以去擺一個這樣的球員 去打閘的話 其實真的 對利物浦的幫助 真的很大 就是因為他這一種的這麼多變化 令到剛才你說的 沙拿 文利 和輝明奴 那個 其中一個半個 可能他發揮不到他的質素 但是有這麼好的供應 其他的前鋒 狀態可能一般 不是太大 都可以擺到一個球員狼 就是你看到阿諾 早前我知道 是看到 有些人也有些討論 要不應該擺回去 踢中場呢 因為他的傳送 進攻意識這麼強的時候 但是我覺得 反而他現在這個位置 可能還適合他踢 還發揮的自由度更大 是啊 所以你一比較幾個 就是現在幾個競爭者的 右閘 就是英格蘭國家隊 查比亞 查比亞 現在在馬體會 他都是右閘比較多的 他亦都出一些球是漂亮的 適合馬體會的戰術 因為中間有衝刺的中鋒 但是查比亞的變化 又似乎沒有阿諾那麼多 還有查比亞的表現 是比較飄忽的 對 還有他防守方面 都沒有阿諾 阿諾是進步很大的 上季我們經常都已經 我們節目經常都 阿諾的防守 那些棋位 防守意識很差的 但是今天你見到 明顯是很大的進步 是 但是相反查比亞 說句話 馬體會的比賽不是看太多 不知道 但是查比亞的話 他始終都是比較 攻強於守的一個後衛 那麼再比較 另一個守強於攻 對 英格蘭的另一個呼聲 比較高的 就是雲比沙卡 對 那麼他呢 當然了 進攻 現在其實 逐漸是在進步的 但是我們講萬雷 其實也可以講一下 但是呢 始終進攻的操矣 上來的頻率 重要的 但是做的事情 就一定不及巧 還有待提升 對 但是他的防守 又的確確實是 對 你知道要問問馬城的球員 哈哈 像斯特寧一樣 不要爆他 是嗎? 他踢下腳 鏟那一下準 就是整個Spiderman 你見他真的 手腳長 但是 敏捷到 下腳的時間 又準到 對 你知不知道 萬聯有一個球員 曾經被摩連奴 形容過做Spiderman 哪個? 就是你們現在不是好用的馬迪 哈哈 我喜歡利用Spiderman 這個形容詞 那時候是有人形容過 魂比撒加刀 類似蜘蛛 蜘蛛人 非常之防守 當然 魔年路的口味是比較特別的 當時馬迪也很適合 是 當適合時的馬迪 但是相比之下 其實阿洛在聖夜快車裡面 更加似乎 就是 成為了利物浦 一個特別的一員 是的 再加上三叉擊 文尼 其實今季的狀態 其實三叉擊裡面 今季都一直是文尼 是比較飆青的 最穩定 起碼就是 送了球隊入網 所以呢 三戰全勝 其實是不意外的 1比0 另外也是 贏了狼隊 2比0贏了射飛聯 所以 利物浦繼續 英超 三戰全勝 聖誕快車 9分 繼續排在榜首 另外那兩隊比較聖誕快樂的球隊 嗯 剛才我說為什麼分配得比較平均呢 我們有綁手的利物浦 其實這兩隊 又分別處於中游 就是中間 以及綁尾 是的 首先講一下李愛的隊 是的 那麼 修咸頓 這樣 現在都講多一點 因為 本來其實他就不應該中游 他就在下面苦苦掙扎 經過了這輛快車之後呢 兩勝一和 7分 連取7分 再加上再之前一場 其實都是贏球的射威拉 其實是10分的 但是他現在不是10分 他看到他贏了其中兩隊近野 是的 其實贏了這兩隊的球 就 有些是值得講一下的 就是兩個巨人殺手 那麼叫做2比0 就贏了車友士 還要作客 作客 其實就是放了一個奇兵出來的 奧巴芬尼 就是一個突破型的中鋒 愛爾蘭小將 因為這場球其實是收一收丹尼映斯的 因為之前的射威拉 那一場就打了 嗯 接著呢 這場就收一收丹尼映斯 我們先休息一下 丹尼映斯真的那個 傷患屎 太恐怖了 太恐怖了 所以真的不要薄殘他 那麼 克森尼有些考慮 放了奧巴芬尼出來 那麼其實每一次放奧巴芬尼出來 就算之前打強隊 阿仙奴也好 或者今次打車路士也好 都是非常有戰術的作用的 就是 前面走 那麼 那麼遇上這場球的車路士呢 就 有質 但是又不是很有態 控制到大局 但是放不到球 最後一個 最後一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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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得不太好 就是你縱觀整場球 都是譚尼阿巴 走到一個摘位 就是下本場剛剛開球的時候 比較入獄一些 但是其實整場球 蒙字都表現得不太好 是 這場球是韋利安 這麼多場裡面 稍微 動作數是低一點的 跌了一點的 跌了一點的 是 西藍頓這場球 就贏在那個奇兵 就好回分尾 那麼 其實整場球的形勢 都不是說太好的 那麼 進入第二個球 甚至是 雖然說乾提撞回頭 給獵毛 挑入了 但是其實呢 看回之前呢 其實拆了車路士十幾腳 就可以看得出 其實那個聖誕快車呢 有些球隊 可能刻二流 刻二能 又或者是之前 其實這個聖誕快車 之前的十月二十二日 博士這二十六 其實四日之前 或者三日之前 其實很多英超球隊 都已經進行了一場英超聯賽 那麼 在那個體力上 無論是自己上勒 領隊上勒 還是可能真的受那個 那個體能的影響 那麼 沒有可能 就是你想不想 就是修咸頓 猜車路士十幾二十腳 然後最後 就聶盟 送個球入網 雖然你最後一傳 是乾提撞回頭 但是之前猜了這麼多腳 就是這件事 你想得出 就是車路士的球員 是有心 就是可能 都是先縮一縮 不要破得那麼厲害 看一定的形勢 就是車路士 始終都是 你見到 就是我們一會兒 才會說車路士 那就是先說修咸頓 修咸頓 那你這一 聖誕快車 就是我們如果說 你說由 就是計算你說 之前對維拉 今天已經拿了十分 嗯 再加上他有一場 也贏了熱刺 是的 贏了熱刺那一場 更加看得出 熱刺的球員 非常受快車的影響 是的 他們其實熱刺 最後一場 就繼續沒有孫興文 因為他停三場 整個快車不用踢 那麼 其實這一場球 上滿場的速率 都是比較慢的 那麼 剛好遇上修咸頓 這句最大弱點 就是中路的後防 但是這一場球 竟然對面有克里簡地的情況之下 有盧卡斯摩拉的情況之下 嘩 竟然頭鎚殺了 地球又閘了 就是這件事情 也是比較特別的 現在好穩 是的 那麼再加上 其實中堅的表現好呢 很大程度 這個聖誕快車 就是 因為球員真的要稱讚 平時我也不太稱讚 就是 隊長的虚宜堡 虚宜堡 中路的效率很高 嘩 這幾場很濕 他都很防守的 中場的位置 很稱職 很難接 偶爾你看到 可能中路失了位 因為你始終三樓盾 是去撲的球員 中路失了位 華棠鮑斯 都會有一些professional foul 就是很戰術性的 拿黃牌那些 都無所謂 那麼 在中路防守上 對熱刺一場是打得特別好的 我就這麼說 那麼 再加上其實 修咸頓今季一路都是 那個迫搶比較厲害 所以熱刺這一場球 是在那個體能上面 一開始速度已經晚 再被修咸頓吃著 那麼所以 就是這場球 就叫做 1比0 就是 就是 擊敗了這個 熱刺 那麼其實我覺得 整體修咸頓呢 在這個快車裡面 能夠連取7分 甚至你計上 第四場就10分 那麼我覺得 最重要的是 體能真的 好弱 表現出來 是比 剛好遇上快車這幾個對手 是好的 所以你說他們的強 他們是強隊 big sex 但是體能上面 有些優勢 可能流放了 比較好 第二就是中路防守 非常穩陣 那麼最後 不得不提的 當然就是 火熱的射手 丹尼英斯 嘩這個真的 挑過艾達維特 那麼射回近 然後龍門 站在那裡 沒得破 就是 突然間有這麼高質素 這麼有卡士的表現 挑過兩個隊友 即是一次過搞定的兩個隊友 前隊友 前隊友 是吧 在塔維特 然後再加上一個 當然他們兩個效力的時候 是丹尼英斯未來的 是啊 前三人隊球員 很容易撞到的了 不過 這個球是 挺驚喜的 真的 丹尼英斯 但是也是那句 疼著他用 一傷了就真的 太過依賴丹尼英斯 黑身黑肚說 以他這樣的狀態 應該入選國家隊 國家隊 三月才搞 三月你沒有傷 沒有病 那你就去踢半場 修夫經 那裡不會把你做正選 喂大哥 報一下你選來的 是吧 那些國家隊 報一下都OK的 但是這段時間 真的千萬沒有傷 整天的快車都變得很好 對 剛才分析過原因 是啊 還有一隊 真是猜不到 我們記得兩個星期前 我還看死他 他轉了領隊也好 什麼也好 你也應該過蠻膽的 因為之前他的比賽 真的 看不出有什麼轉變 連球員的心態也看不出 有什麼提升 轉這個領隊更重要 是不是為英冠準備 是啊 就是覺得 就是我們兩個禮拜前 他已經轉了 是 他已經在教他 覺得球隊好像轉變也不大 是防守局好一點 但是好像又 進攻的方面 還是搞不定 尼早皮阿森 但是想不到 在聖誕快車 嘩 連取七分 三場球 算上聖誕快車之前 嘩 二比零擊敗萬聯 沒錯 就是十分 四場拿了十分 跟剛才修盾一樣 修鹹一樣 嘩 雖然他拿完這十分之後 都可以只有十九分 但是你不要管 他本身的基數低 是啊 沒錯 這隊哪一隊 你猜不到 原來是屈福特 屈仔 都幾不同風格 但是很可惜 就在這個 不是太有耐性的 應該還是普蘇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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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董事局裡面 也是兩個領隊 分別就是 這個 茶匪加西亞 和 康里斯 都已經下課 已經離隊了 現在換上尼早皮阿神 其實呢 在這個快車裡面 能夠可以拿到七分 其實我覺得最關鍵的是 屈福特 將他們的打法還原基本步 有一點點搬離感覺 現在是 踏實很多 用的球員 都是比較多工兵 比較多錄業 就放一至兩個突破 或者技術型的球員 迪洛菲奧 迪洛菲奧就是膽 另外那個什麼 沙啞 沙啞其實都操資大力 但是他能夠爆發 是啊 他就能夠爆發 他就不斷搞你萬聯那邊 他就能夠爆發 所以 比較技術一點的佩雷拉 經常都是後備先踢的 葦爾曉士現在都不是太多出場機會 因為這個不能撞 不能撞 他攻中擺邊 你真是鼓勵 又撞得 手長腳長 攻中你應該要 但是球底呢 攻中應該是很技術的 但是 你想一下大家 我們想一下攻中 大家想一下其他的強隊 奧蕭 這些就是 勢力腳發 萬成俠 大衛斯華 或者布尼 這些 現在這個是誰 杜哥里 哇 杜哥里打一攻中 這個英超三大 這個呢 就是他進攻 我永遠最記得他 只是聲音 後相靠你 板聲射而已 推多腳球都會掉 是啊 就是我們之前都說過好幾隊 就是對著一福特 有什麼理由 給杜哥里可以後面推上來的 就是他暴大力紅 有什麼呢 就是沒有技術 不是啊 放在攻中 現在發覺 他粗 但是其實他又粗中大幼 的 禁區頂呢 又可以找到自己隊友來比 就是他又不是真的傻 很短的 可以比得很短的 剛剛就是說 尼祖均臣把隊友還原基本步 然後把杜哥里放在攻中的位置 顛尼復出 把顛尼出來打攻中 整個陣式擺到名字下給你聽 打仔格 是啊 馬利亞帕這些不能撞到的 不過可以放右閘 不需要蓋上來 不用蓋上來 不需要蓋上來 只是站在這裡就可以了 是啊 這些祖爾華特的朋友來的 總之不用蓋上來的 就是卡夫卡治這些 放出來 不可以撞到的 那些傑高費問你 有時候就移去左閘 左閘沒有人 因為赫尼巴斯不可以 左閘就經常有人撒奸 是啊 撒奸了 赫尼巴斯出來給赫尼巴斯 因為赫尼巴斯沒有 是啊 這個就是尼祖均臣 來到一幅度之後 發現一個問題 喂你巢尼加斯要玩陣式 科利斯又要技術 又要成這樣 結果打到 就 這麼多場都贏得一場 不斷輸下去 所以現在就 還原了基本步之後 就發覺很實際 很有效率 或者這麼說 現在只不過是 譬如阿神 只不過是怎樣 追求人放回正確的位置 就是正確他們踢的那樣東西 對 正確他們踢的那樣東西 就是他們明明是 就是明明這些是乾炒牛河的 是 你放在法國餐來幹什麼 是啊 是啊 就是 你不會講法文名 你講法文名 他都是乾炒牛河來的 是啊 所以 麥福特有很奇怪 很特別的 明明這隊球裡面 就有很多 就 因為想打勢利球 就收購回來的球員 剛剛說過雷拉 聰明仔嚴格上 來說也是 威爾曉士也是 但是 去到現在 其實迪路菲奧也是 迪路菲奧也是 迪路菲奧是 只不過迪路菲奧呢 那套球就 其實某程度上 你適用 挺容易夾的 就是因為你放在前面 他自己去 是 就行了 你不要跟他說要打什麼單檔 要限制他什麼位置 是 那些呢 他會發揮得很好的 因為這幫進攻球員 是 迪路菲奧打這一隊球 這幫進攻球員 是一幫很好的陸業 是 就是你不會射了他之後 喂 不給的 還是一幫很好的陸業之外 是很會幫他掩護的陸業 那所以令到迪路菲奧在前場發揮 除了好技術和速度之外 最重要的是 他可以發揮到 鼓勵不到 嗯 鼓勵不到他下一步是什麼 迪路菲奧是一個 可以就這樣捉 那波就入遠處 是啊 贏曼城那個 sorry 上季的中總比四強 對狼隊那場 一捉就可以去遠處 就是這一類型球員 但是就非常飄忽 為什麼飄忽 有時候可能也是場合 不適合他發揮 但是現在就不斷營造一個環境 就是 很多陸業 瘋狂 這些衝撞 還有四十二馬都要來 就是這樣 那又不是很多 還不是要來塑膠 是 那這些 不福特就比較多 對象就要做這些 是 所以令到迪路菲奧前面的發揮 可以發揮到 鼓勵不到的那樣東西 去到錦區頂 我只能 我側直線也可以 我拖一步 拖你也可以 就是 就可以發揮到迪路菲奧最大功用 還有就是 有好有不好 就是 好有好在就是說 一個陸路菲奧就可以簡單一點 還有他就可以幫你搞定了 其他的就是做 可以說是瓦瓦瓦 但是問題就是 不好在就是 一個沒有太多一個死活 就整隊玩完了 是啊 這個又是一個問題 很依賴是迪路菲奧前面的突破 是啊 但是 迪路菲奧從來都是一個飄忽的球員 沒有穩定過 真的沒有穩定過 只有那麼多隊裡面 只有屈福特是大用他的 重用他的 於是可以說 還未至於說好用很多 絕對不是重用的 還可以說 只是擺他一個位置 擺死一個位置 有翼 包吧 迪路菲奧包他 經典名句 是啊 但是現在真的 屈福特是第一隊 完全把迪路菲奧 依賴他的 一隊球隊 那儘管看看迪路菲奧 可不可以將 帶領屈福特 逃出生天 這個是一個賭博來的 對黎祖皮特 嗯 但是 他這樣做 亦都有變陣的空間 亦都可以留回 因為剛才提到 佩雷拉 另外 就有聰明仔 那些技術型的球員 都還在後皮直 要快的 還有格雷 但是 那個入球不是很厲害 那麼快 其實有幾種不同的元素 都可以幫助迪路菲奧 所以其實 屈福特 下半季的命運 我覺得 在這個快車裡面 就隱約看到 其實是幾 係於 這個迪路菲奧 的表現 是的 一中六業 還有 這三隊 這三隊 都有點意外 這三隊 真的意外 這三隊 這三隊真的意外 這三隊 這三隊 很可能意外 但是 那兩隊都頗意外 真的 因為他們的對手 都不是說少爺 是的 所以剛才 有一波福特 趙萬聯 另外 最重要的一波特 另外快車贏的球隊 就是 3比0 贏了阿士東維拉 這些同級 即是六分球 這分鐘 是的 2比1贏狼隊 是的 贏了維拉 即是反映出 維拉近年有防守的問題 但是贏了狼隊 狼隊 這個聖誕快車 也是有代表作的 其實狼隊 聖誕快車 就拿了三分 但是那三分是哪裏 哪裏 就在萬城那裏 你怎麼猜到的 這三分隨時可以說 是今季 即是 關乎冠軍最關鍵的三分 哎呀 真的 這三分其實本來就 黏手手到拿來 一個球員 這個球員 重新在大家眼前 就記得 原來是拉馬西亞訓練出來的 這個球員很有趣 他跑得很快 但是又好像很大隻 你要看他 你以為他在看 不是英超 聽著Super Bowl 現在的人都這樣說 籃球人 根本就是籃球 不打籃球 浪費了 我們兩個禮拜前 在街陸的時候 只要講完他 又做主角 分分鐘下個禮拜 或者再下個禮拜 一直講到貴尾都是他 其實之前我們就講 不可以大用 不是 看看這個球員 那些防守都有一些東西看 當然 他現在近期 你想想 柳奴有時候把他打逆圍 是啊 哇 他又交了貨給你 這個是誰 打蛋馬炒 啊 3比2 贏這個反級 萬成 當然 萬成這場就很早打燒過了 是 就是誰打燒了那個龍門 是啊 艾達神 當時就出營 早達一個反擊 是啊 其實我們兩個禮拜前講過的狼女金貴 就是那個早達那邊 加上Johnny仔 其實也是很殺死的一招 所以兩邊其實都頗平衡的 那艾達神出來的那個紅牌 其實有一點點猶疑 出來又想出不出 想縮的了 其實他也有一些 但是縮不下 不是 他可能就是因為這一下 就由三場變一場 就是打掉了 因為叫他有意圖 不是有意圖 對 也不算是很有意圖 傾盤了 就是法官談過之後 就是傾盤了 是啊 雖然之後也病了 不行了 但是 就是這場戲阿達馬查爾爾 真的是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他砰開文迪那一下 超 文迪吃了身為阿達馬查爾爾 一個超粗的手臂 在後面砰開文迪 但是又沒有犯規 你不要理他 因為他上面砰 下面的腳搓了你的波子 是啊 就是這些事情 你明白嗎? 阿達馬查爾爾可以在前面 可以做到這些壁場 這場沒有他贏 就一定是贏阿達馬查爾爾 是啊 又入球 又最後崩開文迪 哇 就是浪隊這三分 含金量寵 真的 浪隊現在排第七 雖然就是說 雖然他 聖誕快樂三人 輸了兩場 拿了三分 但是這三分 肅意令到他 覺得都還很驚喜 黃隊今季都很 因為一開始要分心勾打 成績是在bottom three 就是很低 但是剛剛 就叫做十月 十月 十一月適應之後 就拿了很多分 其實 都不是很靠阿達馬查爾爾 就是他偶爾 就是對曼聯的時候 季初的時候變得比較出色一點 但是其實今季也是 我想是祖奧莫天奴 這個球員 就 其實好球就知道了 但是他近期 尤其是聖誕快車的表現 甚至比 魯品尼韋斯 魯品尼韋斯 更加是對球的核心 這個是 你觀察這個老將 最考體力的時間 是啊 他挺身而出 加上阿達馬查爾爾 還有一個就是前面的 詹美尼斯 這個也是 這個詹美尼斯 其實我覺得就是 就是狼隊 就是 金會正式買入 是 這個真的收購一流 就是上季我們看到了 是 麥西哥射手 但是今季更加 他在前面真的做到一個 停球支點的位置 一個進攻支點 停球 護的球會好 以及他背著你去拿球 再去分邊的那一刻 其實狼隊 狼隊這一隊球 去打他防返的球隊 是很重要的 是啊 其實你說他 那一刻 那場比賽 緊負0比1 其實比賽的尾段 其實大家可以 按住來攻的 按住去頂 不斷射 不過那個射不中 那個射完之後 鬼趴在那裡而已 其實他不是沒有能力的 是有能力的 是啊 通你坑拒 左翼懷的師兄 喂 通人坑拒 幾個是 很有潛質 就是 沙斯 沙斯不算 沙斯不算 單當卡 慢慢站穩 這個比利時邊緣角 其實整個狼隊的配 前中後 又平均 陣式 又熟練 三中堅 這麼多隊 一定最熟練是他的 就是 無論是球員質素 還是陣式熟練到 執行戰術 那件事情 Mortino 怎樣去用一個老將 指揮若靈 控制節奏 我覺得其實 狼隊下半季 可以繼續 來回上半板的機會 相當之高 這個快車看得出 雖然拿得三分 我覺得 是啊 看來就是 狼隊 剛才你說了 也有什麼 曼城 他的手下敗是曼城 是的 失了這三分之後 老實說 你很難 就是現在落後 利物浦是14分 就是多彩一場 是的 現在呢 哥利奧納都已經說了 爭冠不實際 認輸 可以叫認輸 可以認輸 你當認輸也好 就是把自己擺去一個 爭逐者 因為你如果是爭逐者的話 你起碼沒有 死都不認錯 不認輸 應該說死都不認輸 就是我現在 現在就不自實際了 看看下一場 但是對曼城來說 就是由領頭樣的打法 就變成他追榜手 就是有個 因為他這麼說有個目標 追利物浦嘛 這樣就可能 會鼓動到球員的士氣 是的 如果我上季冠軍 前季一百分 這樣 你就 即是鼓動不到 還用這件事的話 對 你不可以再追求以前的事情 哥利奧納也是一個 就是這樣說 我覺得他的目的是這樣 是的 另外一隊就說說 車仔 好 車仔也好 那就說一下車仔 車仔 這個快車 車仔是 4分 主場 我剛才提過 0比2 輸給西蘭頓 那麼 有一場球很值得說 作客 2比1 反勝 反勝 阿仙奴 這場球 你有說這場 你和阿租 是的 當然阿租很生氣 有個球證問題 這個就 這個就 策略了 我們就 不是說這個 純粹戰術那方面 嗯 頭三個分鐘 車路士一出來 是看到整個屁股 他打算放回三中堅陣式 是的 因為之前用得不錯 是的 還有他近來飆棄了一個湯姆尼 但是他有時候 可能雙中堅用湯姆尼 但是如果你把湯姆尼放出來 他也是比較有三中堅的 但是這場球 這個三中堅陣式 完全失靈 哇 就是你看到那邊阿仙奴 雖然說阿迪達上來了 沒有說在陣容上 特別大的變動先的 都是用那班人 是的 都是正常的 你剛剛的身碎來到 或者人約得這麼多 那就純粹從比賽之中去觀察一下 嗯 就讓他先搞定一顆 是的 嗯 但是這場球 其實頭三十分鐘 車路士 無論是打球也好 還是那個 防返 中前場的球員 就是那個表現 頭三十分鐘都是 非常非常之差的 很平庸 完全被人按住來打的 頭三十分鐘 但是他就作出了一個調動 就是林柏特這個給的 credit 就是夠果斷了 是的 三十分鐘就按鍵 是的 三十分鐘按鍵 因為那場球 艾馬臣就特別差了 而且他本身就收起了佐真奴 是的 因為那場球其實艾馬臣在左翼圍 就沒有遮無掩 那別人呢 阿仙奴就放過尼爾遜 就哭哭哭 就不斷走你身後 哇 不斷放體 艾馬臣追又追不到 那麼艾馬臣平時勁強的 是上來軟射 又做不到 所以就不好意思了 艾馬臣 你先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放回佐真奴出來 佐真奴做什麼 控制節奏 亦都踢回四後衛了 就搞定你了 就立刻整個形勢逆轉了 是的 那當然搞定什麼 也是最後十分鐘之內 就連入兩球 是的 但是其實那個形勢 由上場三十幾分鐘 佐真奴進來之後 你立刻就 先拿回很多攻勢 是的 因為三個 首先四後衛 大家打回熟悉的東西 即使雖然擺回 艾斯比利古特打 是 這個左後衛 應該是 是的 還有你放回佐真奴在這裡 即是控制節奏 又加回 這場的乾提加 高華錫 這三個中場強績 叫做 還有卡士的三個中場 大家打回熟悉的四三三 立刻就 起碼阿仙奴的 理稅不能放題 那些迫搶 又不能壓到 你車路士做不到反修為攻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調動 是的 所以這場球是一個反勝 可以說就是車路士 但是比較飄忽 就是 首先如果三場來說 主場輸了給三頓 是 索克贏了阿仙奴 但是接著到原帶日 索克又給了一個白里頓迫和 是的 給白里頓迫和 這場球 其實我覺得三場球 現在車路士是有一個關鍵的 這三場球裡面 拿不到分的比賽 以及拿到分的比賽 以及拿到三分的比賽 就要看一個人 是誰呢? 一定是韋利安 嗯 又是這樣 車路士 當他們的 近幾季來都是 戰績一不好的時候 韋利安就會挺身而出 是 韋利安 不是最突出的時候 車路士的戰績就會好 嗯 很奇怪 但是現在呢 車路士的成績就要 是韋利安 很取決於韋利安的表現 是的 韋利安真的 其實今季一直都是的 聖眼快車 尤其 車路士的進攻那裡 最能夠依賴的球員 也都開始有大佬風範 賺了他很久 即使你說比較突出的夢志也好 譚也阿巴咸就入球了 即是同位置的 你說蒙字 普利錫也好 是有些天分看得出來的 但是真是關鍵的 最後一傳 挺身而出 都是韋利安做到 是的 所以 總之韋利安的表現很壞 也都代表著車路士的成績 是的 其實車路士 今季 是有些事情都幾 這個年輕球員 這個年輕球員 明明應該體能 應該是比較好一點的 可能 季初呢 平地一聲淚 幾個 但是去到快車其實 可以 除了湯姆利之外 我想應該可能 年輕球員 雖然說是活力夠 體力應該 是好力 但是同時間 年輕球員就是缺乏了經驗 不懂得去流放 是 不懂得收放 很多可能已經去到季初 可能 10月11月左右 就已經乾了 是的 所以你去到快車 反而是幾個 那些什麼 蒙特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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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 雷斯雷斯 雷斯雷斯少出一些 所以 這些 甚至你說 湯姆利 那些 也有些 脫漏了多過 季初 但是 其實蘇馬 其實也是很年輕的 所以 所以你說 這堆球員 雖然是好力 好力 但是 收放度 不懂 是的 就是這件事情 繼續 林柏特 有傳過 就炒他的 但是 路邊寫消息 但是 有林柏特 你現在成績 很難說炒 炒了 真的很難跟球員交代 有林柏特 可以繼續 希望 多些機會 反而 看看 他的上訴得值 所以 1月可以買人了 反而如果有錢 洗的時候 林柏特是否可以 真的考他的牌 真的 傳得很厲害 新組 新組 還有一群人 很多人 所以呢 就看看車路士 買些什麼人 是的 還有就看看 林柏特怎麼去調查 有錢你洗了 有人回來了 那你會怎樣用呢 是的 那麼 也可以留意一下 車路士 有足球總監 就是 林柏特在那個轉會槍 究竟是否真的 買到他想買的人 又說看上了什麼 新組 天武雲娜 那些 那些 天武雲娜 暑假族那張藥 就預算賣給別人 那個違約金得 三千萬歐元 真的 都已經吃水不深了 對 告訴你 給三千萬歐元 不是 他那邊 因為RB來比錫 就欠冠軍 看看怎樣 但是 車路士 有幾個挑戰 也有更加新的球員 林迪 那些後方球員 也有出來 希望他們下半季球員 年輕球員 可以比他們穩定一點 分擔一下 幾個 隊中 僅有幾個有class的大佬的工作 那 說一下什麼 剛才我們說過他的 其中一個手下敗將 阿仙奴 阿仙奴 對 阿仙奴 就在這幾場球裡面 就是 勝負和葛一 就是 但是其實呢 勝負的話 就是最後那場是元旦日 才贏 才贏到 是 阿迪特上任的第一場 贏球 正式上任 第一場球 正式上任 因為之前他讓路給龍家寶 你喜歡怎樣出 你有信心就出 但是這場正式上任 贏到 2比0擊敗 就是萬聯 其實這場球 大家之前看萬聯的時候 其實 萬聯打強旅也是這樣打的 擺明打你防快 對 前面三隻快的 福仔 馬斯亞 丹尼詹斯 接著擺一個走的連加特 接著馬迪和費特做防中 那就是 這個陣式 就完全跟你打快 可以用的 都用完了 因為他不擺佩雷拉 或者不擺馬達在中場 就是和一個打快 因為你中間就沒有人可以 起碼就 橫傳一兩腳 組織一下 就完全沒有這個人 就是彈的 彈上前 但是呢 萬聯今季打強隊 厲害的時候呢 都是不要控球的 沒錯 一看這個陣式 就知道是這樣做的 放棄控球 一看就知道是這樣做的 但是為什麼都可以 讓阿仙奴持有量 因為馬迪達 可能就是 經過那一次 還是晚成的時間 看到了 我就對他 你是強隊嘛 你對強隊嘛 反而我也對強隊這樣打 哈哈哈哈 我也會突擊 沒錯 我也會找手反擊 這樣 這場球就放了奧蕭出來 就 奧蕭可以 就是馬迪達在那裡重生 但是這場球 我想表現不是太好 但是呢 心態很好 你怎麼猜到奧蕭會跟你跑 11多km 是整場球 整隊球跑得最多的球員 是 是 奧蕭的 大哥 我真的 阿迪達也是有些功勞的 有些功勞 就是有些極 有些資料而已 這方面 將一個 已經是本屁的球員 可以再重新提現他的火力出來 哈哈 不是 奧蕭就 表面上就好像是本屁的 但是其實 在這幾場裡面 看到他都很賣力追前 是啊 但是對曼聯這場球 剛才就說了 反擊 那件事情 阿仙奴的反擊 和曼聯的反擊 大家都打反擊 但是為什麼阿仙奴做得特別好呢 因為阿仙奴 首先就是奧蕭的傳送 這件事情 真的是 就是說 兩對球搶的 就是搶一個 給最後一腳的球員 就是 就是 曼聯 你也是離去馬達 剛才就是講這件事情 沒什麼傳 就是有時候 雖然他是廢 但是 這場球 你明天 連加特就弄他 所以搞到他現在變成 就是 被人是高舉的人 現在 連加特就 永遠年輕 27歲也是年輕 應該做得進步 但是 YouTuber那方面 是 踢球 希望他做得進步 聽說 連加特好像連加特 那個經理人 那個肥子 勒拉看中他 勒拉不是也是普巴的嗎 是啊 嘩 真是聊天 可能看中他嗎 然後說 不如你不要踢球 全職進攻娛樂圈 有 哎 不是啊 連加特有些撞的 其實都 其實你放這個陣 你放在連加特攻中 經常想著 喂 打快的 第一度 那個反擊 一斷了的話 起碼有人倒閉 再快 我想應該蘇斯阿柴 就沒有猜到 這一著就是阿迪特 就是阿仙奴在領先之後 就肯踢柴仔球 嗯 這件事情他沒有想到的 是 因為以往的阿仙奴 就算在領先 一直都是被人的救命 就是防守 是完全是紫薄的 是 然後就算 也想不到 你那場球 原來被阿仙奴發現到 沙卡和杜里娜共存 原來是這麼 就是一粒一凸的 嘴巴這麼好的 怎麼粒一凸呢 就是沙卡 然後你負責就是 就是他最主要就是在後面 控制著那支咒 是 有空放一些長拳 你知道沙卡好像 那天那些長拳就很準 是啊 但是杜里娜就用他的跑動 去保位 去攔截那一刻 是 就是你 這件事就是曼聯到現在 就是找個中場 還沒搞定 人家進攻有個奧少 你就沒有了 你就只有馬達 也叫做勉強 但是 中場那方面 你一旦沒有了麥托文尼 就是沒有了一個 好像上季的 赫里拉 就是等於現在的 杜里娜 有個沙卡 本來應該是一個 Top 3的馬達 就沒有了 所以 阿仙奴的中場 其實人才有的 配置 就看看領導的功力 那 這個快車 阿仙奴其實 就是說 雖然成績不是說 真的特別好 叫做 拿了四分 但是其實對車路士 也有講過 車路士的戰術調動 但是講到最後 其實都要 都是 自己送的 就是那個三分 老實說 那個keeper手錘 難路的 有少少到最後 都是 我排了陣 但是出來後 最後 唉 球員犯錯 你就沒有辦法了 那 阿仙奴 但是 都看得出 阿迪達 很努力的 但是 這班人 可能跟萬成的 要求 還有一些距離 質素很方便 阿迪達 又要提升球員 但是 要開始 想想自己的戰術 可能 就有些位 先走 這班球員 起碼你不可以 每次都當 有一個敵布尼 你先在這裡 這是奧銷 只是 卡士一樣 走動不同 是啊 你那邊 右閘 加爾獲加 這邊 難你私 不是難你私 走一走 難保他可能 過幾年後 可以變成加爾獲加 是的 先走一走 阿仙奴 4分 因為阿仙奴 4分 其實 中游幫助不大 暫時 都是回到第10位 另外 值得說 說兩句 愛華盾 愛華盾 其實這個快車 表現都不錯 三戰 就拿了6分 因為這個快車 安策 落堤正式 上陣 愛華盾 在他上陣之後 居然繼續擺回 這個三中堅陣式 這個三中堅陣式 其實就是馬古斯威死之前 就在亂石頭林 調一下 調一下 試一下三中堅 就是告訴你 其實你懂得用 是很好用的 只不過是你不會用的 馬古斯華 對 因為馬古斯華在那裡的時候 其實整隊球已經士氣一次死水 就是 馬古斯華從來都不是很厲害 鼓動 一些球員士氣的 你自從見到費格信 鄧肯費格信執掌 說那個激情 是的 執掌那些激情 就知道愛華盾 在馬古斯華手上死因就是 鬥截 激情 感動 卡華利魂 就可以入球了 對 沒錯 換了安撒樂提之後 其實就三戰六分 其實有些比賽 一比二輸給萬成這場球 都可以看得出 其實安撒樂提 在排兵暴陣那裡 都是有些心思的 嗯 他對著這個萬成 就 作客萬成在這場球 都不是很射這個萬成的 其實上背上萬成是很難咬得入的 是啊 因為那個 防守線 其實不是說真的縮得很厚 因為對萬成 有些球隊就會縮得很厚 希望就可以守到 頂多半場之後再算 但是呢 安撒樂提呢 拿著這對外華盾 又不是說特別 sharp 不是特別有質素 但是那個防線都 不是太厚的 所以反而呢 就 萬成那個組 可能這場球放在馬列斯 放了加比茲西斯出來 令到收起史達寧 這樣 令到迪布尼 好幾次在中路 都很快就脫掉了 迪布尼的球脫掉了 那就是有 都看到安撒樂提 有些針對性部署 嗯 放回三中堅陣式 但是呢 唯一說的就是 他的後防 三中堅 始終球員質素也是 差一點點 其實他就把 史密斯高文 放進中間 是啊 那麼史密斯高文放進中間 他有一點點 又好像想學石飛聯 那樣的 就是三中堅 那兩角就可以在邊邊插進去 是啊 想著就 那個中堅上來 那麼其實史密斯高文 就很喜歡上的 也都很推 就是很喜歡推波的 那麼他本身 他打一閘的時候 都是推到上去的 嘛 大家打中堅 就是啊 我覺得有時候 這樣推波法 都有些風險 但是你又不要管 那麼他呢 就可以做到 就是叫做 僅有的射門 但是那個中堅的陣式 你想想史密斯高文 啊 走進去打中堅 然後三個中堅 最中堅 最中間那個 最中間那個耶利物 那麼你已經感覺到 就那個 啊 穩健程度 穩健程度 還有 就是那個 防守的 炸彈的機率 都是比較高的 那麼結果其實就 中堅人就多了 但是加比爾至西斯 就是一個走位刁轉的前鋒 這場球 上半場射到不行 就射到下半場也不行 嗯 左右腳角一顆 抓你遠處也有 左腳射你近處 角草色也有 那麼這個就是 呃 愛華頓那個 後防中路的問題 就是給了太多起腳機會 給萬成 那麼但是 看看這幾場球 呃 尤其是對萬成這場球 是有鬥志 都出來了 安插落體仍然可以保持到 大坦輝教信 代替做這個 care taker care taker manager 的時候 那兩場球表現出來 那種 懷球的鬥志 就是 落後兩球 仍然都是 你拆你神可以 就是破到蛋 那樣 但是有些人 就是他最後把堅欣出來 堅欣都是有些作用的 但是 他的預期 啊 真是比當初來的時候 是 差一點 真的 哎呀 意大利各腳 但是 如果他可以 往後 可以打得出聖誕法車 最後這一場球 對著萬成 中間 那種 都可以 贏你一兩個人 中間 停到球 最欠缺這一種 就是中鋒 如果不是 你不用師父神 退下來打 如果中間的中鋒 是堅欣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就 講法就很不同了 看看安插落體會不會 就是他把這種意識的踢法 地球推進 陣式的執行 可以帶給外華頓 令到他下半季 就是叫做 外華頓 他的目標都不是第十一位 一定是再高一點的 看看 因為現在 欠第五位 萬聯 31分 現在外華頓25分 欠第六分 其實只有六分 都很混亂 其實你由第四 第四至到這個十五位 是 差十二分 是 其實幾分鐘 幾場球已經回來了 已經 是 因為第一隊最飆青 下半季 安插落體 來到之後 看到 在下半季的愛華頓 都是有期待的 都是有期待的 最重要是 那個 改變 似乎可以保留到 之前愛華頓 好的東西 也改善到他不好的東西 再加上本身是有質素的 是有在 是的 是的 那麼多一隊 今季 就是這個聖雅快車裡面 就是打得最差的 就 真的是 最差的 兩隊是沒有拿過分的 是的 一位叫做柳卡索 是的 一位叫搬尼 柳卡索和搬尼 柳卡索本來有一場球 一開始就幾驚四座 是威是小的 是的 又是這個白眉 白眉道人 哈哈哈 小浪史達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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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借曼聯 真的很搞笑 又是他的 出場又不是多 英超歷史 就是他的career 只是入了兩球 就是對曼聯 兩球都對曼聯 哈哈 明流稱屎 是真的 但是沒辦法 因為他們輸給曼聯那場球 是曼聯在快車裡面 打得最輕鬆的一場 因為 為什麼很多球 都是劉卡索自爆 是的 全失 就是 插個球出來 插不到被人折 當然曼聯那場球 是迫上去做得很好 是的 但是紐卡索 你剛才說的 曼聯那場 迫上去做得好 但是後場 全失呢 有另一場球 沒有幾次 因為是李斯特城 後面利祖尼 連犯兩個錯誤 哇 這個也是 兩下都是後面 傳錯給人 傳了 心臟地帶 全失球 被人打突擊 但是紐卡索的 球員質素 你就 真的沒有辦法 是這麼多 領隊 也是這麼多 是的 所以 布魯士 這個領導很搞笑 季初的時候 我們 跟Teddy 聊天的時候 一季又不會死 一季不會死 通常教育 一季都不錯 是的 所以他一開始 是有點密月期的 布魯士 但是已經過了 後防表現非常差 後面送球給人 加上前線 一無頭筋佬 聖密司馬 是的 沒有什麼突破力 已經 那個 進攻太依賴 立即 你連早年 都沒有了公認之下 就只有一個走字 是啊 就是 亞米朗 這個球員 來了這麼久 好像剛剛勝利快者 應該開炸人 第一個球 應該開炸人第一個球 但是他那個 那個影響力 就是自從聖密斯文來了之後 就真的是 急速下降了 嗯 因為你正常 他很快的嘛 就是我們上季 下半季看過的時候 就是前面最好波過來了 最好波 又貼腳 是的 推進到嘛 但是現在好像 打到現在 這個勝利快車了 剛剛一年了 好像越來越 打得一般 就是被人這樣 沒有理會的事了 是的 偶爾他還是很快的 但是 麻木一點去推 反而聖密斯文就更嚴重 但是在近來 就是 不是太 就是可能有傷患 因為我印象中 他是對曼尼那場沒有錯 但是 沒有聖密斯文 整對紐卡蘇的反擊 就差了很多 是啊 搬尼就沒有 其實都是那個質素 是啊 搬尼就 最近這幾場 輸給愛華頓 0比1輸給愛華頓 0比2輸給萬聯 1比2輸給阿士東維拉 嗯 但是就是這樣 搬尼呢 因為他前面好像今季 那個入球能力真的很差 一向他打的球 大家猜到 都是這樣掉進去 但是呢 今季的 班尼斯 平時都省 十球八球 每一季 但是今季的班尼斯 有點啞火 在季初叫好一點 今季 雖然也叫做 入了六球 但是今季的班尼斯 更加多的感覺 在前面就是 辣火頭 只是辣的 就好像 作用也一般 然後呢 基斯胡特 今季 二傳 在第一點 但是入球 都是 都是少了 反而有時候 後備出 即落迪古斯 即落迪古斯 有時候有些神來之筆 看看會不會下半季 的 搬尼會 前線那裏 但是隊長就是班尼斯 其實班尼斯 今季有些比賽都不是正選的 是啊 看看是怎樣 是啊 所以你說 今次的聖誕快車 有很多 就是 拿出分數的 只是低一隊 那些叫你不要 是的 其餘那些都是 就是 全部都是7分 是啊 其實7分都很厲害 很厲害 傳說中 這個聖誕快車 能夠可以 三戰全勝的 就好像 有些印象中 有人提過 四戰全勝 就是如果計算四場的話 就是 聖誕快車 之前好像只有曼聯做到 有錯清指正 但是聖誕快車得到分 就是之前 曼聯王朝的時候 他們這個 贏冠軍的殺手拣 就是拋掉你了 因為你看 不行 我都拿了三場九分 或者是他落後頸的時候 蓋上來那一刻 就靠聖誕快車了 對 現在利物浦靠聖誕快車 那麼 在這個快車賽期裡面 他得到九分 但是剛才提過 李成 曼成 也是得到六分 曼聯也是得到六分 第四位車路士也得到四分 所以 這個聖誕快車 又拋掉你們了 今季的利物浦 最後一個總結就是 哇 真是 拿冠軍高唱入雲 是不是守到拿來呢 現在打小場 十三分 就領先第二位的李斯特成 如果你贏了那一場 其實他的失分 就是 已經過了你十六分 已經過了你十六分了 對 你這樣倒出來 其實真的非常過分 就是自己拿來的 真的自己拿來 但是那一句 你現在 如果真的讓你贏了那一場 十六分的話 是 就是領先十六分 你要輸過多少場 輸過六場 是 是 你輸過五場都還欺負你一分 是啊 他自殺六場 一個人自殺 是 是自殺一兩次 你還說什麼 是自殺六次 是 還要別人都可以贏了 是啊 所以就 我計你好像上年曼城那樣 之後跟你在那裡鬥爆 七分 最後變四分 就是聖誕快車七分變四分 因為那時候七分嘛 是 但是現在十幾分 這樣說 還要那個勢力這樣 是啊 幾個點去分析吧 李物浦會不會有機會跌下來 首先你要他 讓其他隊爬到 首先講其他隊爬不爬到他先 李斯特城開始 感覺上 李斯特城我覺得是什麼呢 這次聖誕快車 連輸了給晚城和李物浦呢 是 其實就是給他看清楚這件事情 就是 不是連輸的 總之 快車是前後 輸了給晚城和李物浦呢 給他看清楚 其實他們跟強隊的距離是幾多的 是 還有一段距離的 所以呢 其實你說 與其說什麼呢 他們要爭標呢 不如爭前借更實際 是的 不過李斯特城 就叫做 砌隊的隊形 真是很平均 剛才說 迫搶短傳反擊 做得好 說defeat 所以 李斯特城是的 但是真的 整體 那個 進攻銳利度 的確是跟李物浦有些不及的 那麼 另外第三位的 曼城 曼城是其實最有機會 就是繼續貼住這個李物浦的 但是真的落後得太多分 還有 我想 哥力奧拿在下半季那裡 應該 將他的注意力 更加歐聯 更加歐聯 是的 那麼 哥力奧拿其實是 他的心願就是要歐聯 是的 高普的心願 李物浦的心願要應銷 是的 那不如就 其實如果上季有些 有些 交換都沒有問題 其實 哈哈 今季看來 看看有沒有機會 因為曼城在歐聯那裡 那個 呼聲可以說是最高 幾對的 大人 今季當然表現不是特別好 是的 巴塞也是什麼 巴塞的話 是得是不得 以及現在根本沒有巴塞的風格 連美斯在球場上 因為不是經常是短傳 所以美斯就 現在好像似乎 有些少少年紀大了的馬拉多娜 我放這球夠冷 但是我就少了那些膊頭架腳 就是有些 蘇瓦雷斯都 不是長長都挺身而出的 現在 那麼 皇馬那邊就更加 沒有霸氣了 是的 但是皇馬就 現在看看 現在有感覺上是用巴爾丹大棋 又 表現得不錯 挺積極的 但是 也都要跟 你說跟之前連續三屆勾聯 就一定有少少分別了 然後祖記也不是那麼 什麼 祖記現在連在二格 那個 就是領導群紅的優勢 都好像已經沒有了 因為 就是你雖然說還是榜首 但是沒有了以前那種 拋離你多少分了 已經 他現在跟郭米就平排了 是的 但是祖雲達斯就 剛剛 4-0贏 卡利亞的這場球 那麼 4-0是很厲害的 斯朗 斯朗當然厲害了 但是沒有了 但是問題是 如果你有看全場 那上半場 你不會猜到祖雲達斯 是4-0的 真的 打得極慢 很 非常stubborn 一定要中路入 不殺你 一定要中路 整體的實力一定都是 不是比較 就是比較黃巴巴 應該是低一點 那麼多 所以其實萬成今季 在歐聯的方面 應該是 感覺上機會最大的 就是 當這麼多都不行的時候 只有利物浦 機會的了 是啊 不如就 利物浦一定想衛免的 所以就兩條戰先 利物浦也兩條戰先 利物浦出名不夠人 就是人不多的 我們一向都很擔心 只不過擔心到一塊出完了 都沒事的 但是萬成呢 萬成是很多人 但是英超 你真的下了太多分 那麼 很有機會可能 在歐聯那裡會陷入多些 所以你說 講回利物浦那邊 究竟會不會被人追到 首先就是追他的球隊 似乎都 今季不是說 在下面狠狠地追 不是那時候 萬聯二十多年前 追紐卡蘇的那一隻 是啊 而 好了 跟著 那麼利物浦會不會好像 當年紐卡蘇那樣 都滑下來呢 你現在看的利物浦 穩定程度 還有是不是真的依賴一個半個球員 只是依賴艾斯派拿 真路拿 真路拿 是不是只是這樣呢 剛才我們稱讚樂 稱讚得很好 但是其實 在這個快桌面 其實有些 綠葉 或者有些 不是出場很多的球員 拉爾拉拉 張仔 張伯倫好像 張伯倫好像 張伯倫伏出 是 超前米拉 是 都可以在不同的時候 或者不同的時段 發揮到的作用 就不是說 很依賴一個半個球員 那麼你說沒有了一個 真是利物浦要倒下來的話 兩隻集傷了 前面可能三叉擊 沒有這樣兩個 這樣 都未必是 現在出年輕球員 馬西塞特郡 打給刀一比零贏 愛華頓 所以一隊不順到這樣 最重要是 他長長 有能力 靠著團隊的組織 以及靠著戰術 靠著整體的迫搶 快速的傳送 可以長長省你十幾二十腳 的一隊球隊 你覺得 一個要非常多原因 非常多因素的情況之下 非常多巧合的情況之下 才有機會 突然之間連十三分 優勢沒有了 還要打小場 我自己覺得是這樣 大誇張 還有一個好的龍門 還有一個好的防守 雲迪克 就是 我們講過今季的季中 可能有一點點 不是很集中 但是到最近就開始 又 又叫他重新 又很穩定 艾利晨 就是停賽 雙眼 之後出來之後 亦都叫他重新 對 近來 就是利物浦有一場 後場全失球 派出一球交 是的 我忘記了 哪一隊兩支派出一球交 應該就沒有第二個交 對 所以就是利物浦 我也覺得今季 應該是他90年之後 第一個頂級聯賽冠軍 你知道我真的認識別人 我真的見到他重心而發 他利物浦的球迷 就是有一次我就是 在電梯上遇到他 他就說 咦?我看過我們的節目 然後他就說 多謝 他說他是利物浦的 他說等了三十年 就是等到今天 你看到他那一刻 真的在他柔心那裡 三十啊 真的就是等 真的等了三十年 就是你叫他柔心而發 就是利物浦的球迷 應該是不少利物浦的球迷 心聲來的 嗯 所以利物浦 就是 這個是最佳機會 特別有了去年的經驗 因為上季 你說 可能開季的時候 十來年都說 他們是奪標熱門 之一 但是很多時候 都算是 有些利物浦的球迷 會覺得 是有機會 但可能都是 二三度 那些 都是慢成型一些 但是 給他們的感覺就是 都差到最後一分鐘 原來可以 是啊 那麼有了上季的經驗之後 今季自然 就有一個期望再大一點 就覺得今季應該是來的了 是 再加上開局禁信 再加上對手 萬成 高處不勝寒 今季的萬成 就真的 剛才提過了 也是稍微下環 所以現在呢 看到有時候Facebook 不是有些廣告的 是 有些看球的 最近看到不少那些 都說什麼呢 利物浦最後一場主場賽事 為什麼對戰路士那些呢 五月那些 多少錢 去到幾萬塊 三萬 三萬港幣 是嗎 是啊 我那場很划算 我接下來兩個星期就 未必在這裡 和大家見面 當然了 你去英國看球 你自己在英國那裡開直播 開直播 在球場開直播 其中一場利物浦 主場對著萬聯雙紅會 你說買多少萬元 剛才說的 為什麼那場 喂 三萬元起 三萬元起嗎 我四千多元 其實都硬挖了 四千多元雙紅會 張飛真的 這個價錢 這個價錢 不可以外出嗎 我不知道你家裡的家人 會不會覺得 搞錯 看球場四千多元 你這樣看兩場影超 那就去兩個星期吧 看看有沒有機會 在那邊也看到什麼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OK 兩個星期 你自己搞定 等你回來 好 OK 開直播了 那星蘭快車的總結 我們來到這裡差不多了 不知道你覺得怎樣 記得上來球迷直播室的Facebook 加入我們的Facebook群組 給個讚好我們的Facebook專頁 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給個like我們 對我們的最大支持 對 OK 多謝你的支持 下次節目時間 再跟大家見面 拜拜